来关注生活方面的资讯 Costco正在严查非会员购物者 有报道称 他们现在把目光投向了美食广场 非会员可能再也没有办法买到Costco标志性的一块五的热狗套餐了 目前你是否可以在没有会员卡的情况之下 在Costco美食广场就餐似乎是因地点而异 但预计这家量分时的巨头将很快打击这一行为 就在几天前 一名Reddit用户发布了一张照片 其中显示奥兰多的一家Costco出现了一个公告牌 警告美食广场的顾客 他们将很快需要会员卡才能购买食物 一些用户在评论当中指出 在美食广场就餐一直需要会员卡 但这一政策并不总是得到执行 据报道 华盛顿特区的Costco美食广场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公告称美食广场将禁止那些只是来吃东西 而不是在店内购物的人进入 过去一年当中不断有Costco严查会员的消息传出 最近该公司已经开始试点一项新的政策 要求购物者扫描会员卡才能进入 这激怒了不少顾客 不少顾客 不少顾客